桃園市民卡全國發行量第一 不過市民卡APP卻是第一難用 11點開來完全不能用 點開APP想查桃園在11住行上 有哪些消費優惠 不過只有公告顯示正積極開發中 頁面甚至直接跳轉網頁版 桃園市民卡APP停擺整整一年 市府說要開發 進度牛步 議員開罵 桃園的APP是一定要加強的 我們不能浪費人民工奴的錢 去開發了一個APP 然後它就是停滯不前 這張卡幾乎失去了功能 評論只剩兩顆星 除了新版APP開發進度慢 功能也難用 除了當機是日常 特約店家去年底合約到期後 也沒續約 從一千多家調到只剩一百多家 可是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功能 你來他只能出事 可是他沒有其他功能 有議員提議可以參考台北通 台中通結合卡證 場館優惠 帳單查繳 市府智慧發展委員會也回應 市民卡APP2.0 預計八月上線 年底前將逐步擴增功能 特約商家也預計增加到兩千家 廠商交替的關係 目前的確在更新上面有一些停頓的現象 市民卡2.0的廠商現在目前我們今晚能招標 有付款功能 結合來配那些功能 交通運輸折扣可以多一點 民眾喊話希望優化市民卡APP 讓桃園跟上智慧城市的腳步 環宇新聞陳明燕成績總装品達桃園采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